那麼接下來就是一般你的內容做完之後 我們大概像這樣白白的東西很醜 白白的東西很醜 所以一般我們會套用一個主題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變更主題 那你點一下變更主題 它右邊就會出現一些簡單的版面 簡單的版面 那你就可以直接隨便選一個 選一個你喜歡的版面點兩下 它就會把那個版套進來 那就至少不會像剛剛白白的一樣那麼單調 那隨時改都是可以的 隨時改都可以 好 然後你這個問卷假使今天做好了 那你可以查看即時表單 這個就會出現你的問卷的真正的樣子 問卷真正的樣子 那如果覺得都沒問題了 我們今天要把它公告出去 也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好 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那複製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掛在你學校的網站 好 掛在學校的網站 我的學校 好 像我就習慣會掛在我這邊 都是我的 我就找一個按鈕把它掛進去 貼進去 好 或者你就是你的班級網頁裡面 你也做一個按鈕把它貼上去 這樣任何人進到裡面都可以貼 好 都可以貼 好 或者是說你直接把那個網址 傳送片子郵件給人家 好 所以你要測試一下 就是你直接把網址複製一下 然後人家開一個新的網頁 它不管用什麼瀏覽器都沒關係 只要可以上網的瀏覽器 不管手機平板都可以 全部都支援 好 你就把那個網址把它貼上去 你給人家 人家要把它貼上去嗎 或者直接有按鈕連結是最方便 好 就會直接進到 進到你的問卷 就可以開始填 好 那你的問卷裡面 如果有填好資料的話 好 就是有填了幾筆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呢 好 就可以在剛剛那個看回覆 好 這邊查看回應 這個就是看你人家填回來的資料的地方 他會用試算表來呈現 好 那試算表呈現的話 你就可以很方便編輯 你要把它做後製處理都沒問題 那如果你習慣用那個 自己的Office的Word的話 他這裡可以下載 所以你把這個在雲端上面的檔案 你可以直接下載格式 然後微軟的Excel的方式 或是OpenOffice的ODS的表格 他都可以 那你存下來之後呢 存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在你的Excel裡面打開 好 在你的Excel裡面打開 自己再去做後製 這樣子也可以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都存起來使用 然後當然你在雲端上面處理也可以 他一般的功能都有了 該有的功能其實都有了 然後最後呢 如果你有很多資料 你要直接 校長要看統計圖表 他不要看這種東西 一堆數字他怎麼看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好一點就要做統計圖表 所以你就直接把這個回覆栽要 就顯示給他看 把他印出來 但因為現在還沒有任何人填 所以這個就沒有東西 如果有人填就會像我剛剛顯示的 剛剛那個混卷顯示的樣子 像這個 基本能力這一個 他這有資料之後呢 你去做那個表單的回應 回覆內容栽要 他就會出現這樣的統計圖表 那真正那個長官要看的是這些東西 這樣他可以一幕了解說 學生程度怎麼樣 什麼情況怎麼樣 然後需要哪裡需要做補強 教學哪裡要加強 都是看這個 你最好不要這種表格給他 他會瘋了 好 各位老師再試一下